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起你们公司这个破规定 我就来气 整个俩人天天偷偷摸摸的 周末嘛 提去看场电影 碰见你们同事了 你跟我说 我是你老师 怎么说 我是你老师呢 你再坚持一下 你看我这刚升的主管 是不是 就剩最后半年了 咱再忍一忍啊 我要不看你啊 升为主管 我告诉你 我也是有底线的 没完啦 你想咋的呀 其实我的底线是一年 半年我都老开心了 铁花 累了一天了 坐这歇一会儿 还差一个菜 咱们就开饭 明天我爸五周年的忌日 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扫墓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都在这儿 花呢 完了 花放买了 我现在自己买了 行了 你别去了 你把那菜做了吧 我去 把这赶紧收拾收拾 我不关门了啊 一会儿我就回来 好嘞 请你啊 会 会 五号楼 一单元 102 这个啊 林林家 把头枣子给你调查好了 我练林林 两年多 憋在心里 没敢说 忽然今天要表白 喝喝喝 喝喝喝 哎呀 好吃啊 铁花哥呀 你俩的事儿啊 去包我身上了 来来来来 我呀 先给林林打个电话 你听着啊 喂 林林呐 来哪呢 我是你飞哥 啊 飞哥呀 有什么事儿吗 啊 经理呀 有点东西要交给你 现在呀 就在你家门口呢 啊 我没在家呀 哎呀 我家里也没有人啊 你这样吧 你明天到公司再给我吧 呀呀呀 那可不行不行 你这样吧 你快点回来 我让经理啊 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啊 赶快回来吧 我先挂了啊 我咋这么紧张呢 你紧张啥 要想成为贪家人啊 就得先进贪家的门 哎呀 你找清楚了 你 你 你是谁呀 你进我家 你问我是谁 我想问你是谁呢 这一看呢 就是林林的父亲 啊 那个 我们是来找林林的 啊 找林林呢 林林没在家 你们改天再来吧 呀 还改天啥呀 这都进来 都进来了 快点 会聊点事去叫人呢 啊 那个 叔叔好 有点唐吐了啊 哎呀 叫叔叔就太客气了 叫大哥吧 呀 这哪能叫大哥呀 这得叫叔叔 以后改口方便呢 改什么口啊 哎呀 忘给你接受了 这位啊 是林林未来的伴侣 哎呀 没什么 对对对对对 那个 你们啊 先慢慢闹着 我先走了 这老头 多带劲你知道的 有主啊 那个 叔叔啊 我今天来啊 就是想跟林林正式把关系确定下来 你看 我也不知道你在家 我这啥也没准备 要不这么地方 我给你磕一个 你刚才说什么 你是林林未来伴侣 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小飞都看出来了 之前林林没跟我说过你 但是今天我一来呀 我就知道了 你太直了 我问问你 来 你跟林林认识多长时间了 啊 我们俩认识两年多了 我告诉你 我跟林林认识的可比你长多了 那必须 那个 您第一次见我 对我不太了解 但是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林林好的 什么事情放心 我告诉你啊 你死了这条心吧 啊 那不可能 我这个人别的没有 就是有一颗真心跟恒心 我一定会让您认可我的 你气死我了 行行 我问问你 来 你了解林林吗 你知道林林平时都爱吃什么菜吗 呃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她最爱吃我做的菜 啊 对对对 您做的菜才有家的味道嘛 就凭这一点 你跟我就没配 没关系 叔叔 我跟林林结婚以后 咱仨可以一块儿煮 你俩结婚 咱仨一块儿过了 我再给你做饭 诶 我再给你收拾收拾卫生呗 哎呀 那倒不用了 就是以后我跟林林要是有了孩子 你帮忙带一带就行 我也放心了 你站住 不是 小伙你是喝完来的是咋的啊 我没喝啊 我酒量不太好 但是您要是耗这口 我高级都在赔 来 正好尝尝您的手艺 你自己喝吧 我喝不下去 啊 那行 家都跑 这是要暗示我家里多个宝啊 我去开门 清理 你怎么在这呢 那个 你不说家里没人吗 这不有个人吗 你过来 来 我问问你 这谁呀 我们公司经理啊 经理 他来干啥来了 他说他来给我送点东西 他来给我摊牌来了 啊 说你俩结婚 咱仨一起过 我给你做饭带孩子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他知道你身份了 知道了 完了 这不是完了吗 这都忍了两年半了 我刚生的竹馆现在泡汤了 老公你去跟他说一说 你别让他说出去行不行 你自己跟他说吧 我看他就来庆 我菜上还都是锅呢 锅上还做着火呢 别忙活了 够吃了 上去 太热情了 我说了 那个 经理啊 你看他的身份 你都知道了 知道了 都聊了老半天了 那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跟你说实话 我也不是故意也烦 理解 那既然你理解那就太好了 经理 你看这件事你能不能替我保密啊 保密 许保密 那就太好了 经理啊 感谢你 你真是个大好人呢 自己家的事 来 莲莲 这花送你 你也买花了 明天我85周年记着 我给他扫墓去 哎 那我跟你一块去呗 明天你爸 那个 李莲呢 嗯 你有几个爸呀 这花痕的 一个呗 你爸 没了 可不没了吗 我说我扫墓去吗 你 确定吗 我明天去扫墓 我怎么不确定啊 啊 怪不得说家里没人哪 确实没人哪 不行啊 既然你爸走了 那我也走了吧 啊 别走啊 没敢走 可啥呀你呀 你跟我们经理说话那么凶干啥 你温柔点 我跟他温柔啥呀 不是 我刚才都跟他说清楚了咱俩的关系 他答应替咱保密呢 他可能跟你闹着玩呢 师傅 我问他们 你们温柔点啊 你跟人乐喝的 你们继续聊着啊 我要上后边给你们再弄点水果去啊 不是啊 你 你 你就别 你 哎 你 你 笑死了 你 笑死了得温柔点 你 笑死了得温柔点啊 我做饭 带孩子 是真的吧 哎呀 我妈呀 我哪敢哪 我开玩笑的 我跟你闹着玩的呀 闹着玩的 我闹着玩的 我还当真了 哎 不是 你这是干啥呀 快起来快起来 花儿买回来了啊 我收起来 不是 怎么得 这么就收下了吗 那还咋收了 那你这可比我们家扫墓方便多了呀 斗胆地问一句 这大半天呢 你是咋回来的呢 我坐地铁回来的 你坐地铁就能回来呀 地铁啊 离我们那儿还有一段距离 我又骑了一段共享单车 还骑共享单车 那你这说回来就回来 你那边管得挺松啊 啊 我在我们那边呢 负责人事 招个人啥的 不用老在那边呆着 哎 你要是想去 我给你调过去啊 不顾了 那个我和这边还没带够呢 这事就让我顺其自然吧 等啥钱我不得不去了 我再请你多照顾照顾 肯定好好照顾你 哎呀 看来你们聊得不错呀 难得今天经理来我们家啊 来正好啊 这有潘掌柜这个酒 咱们一起喝一口啊 好 来经理啊 这件事啊 我还请你多替我们保密啊 我不喝了 我来加多保就行 那个 我肯定保密 我说了也没人信呢 那个 我敬你一个 你这是干啥呀 我说刚才敬您酒 您说喝不下去 是我敬的讽事不对啊 别挑理啊 你这经理你这干啥 你看你不喝也不能往地下撒呀 这弄脏了都 我这不给你爸敬酒呢嘛 我爸敬什么酒啊 你见过他是咋的 我咋没见过他呢 从我进入开始 他就搁这呢 跟哪呢 哪呀 经理啊 这事你可不能开玩笑啊 你可别闹我你 我为啥跟你闹我 我对天发誓 我眼睁睁看着你爸搁这呢 有点没看见的呀 爸 你在哪呢呀爸 那我可能坐着呢 你可哪坐着呢 现在站起来吧 不是 怎么在跟着我呢是咋的 那个 经理你真 你真一看见琳琳她爸了 叔啊 你不就是嘛 你放心吧 你回来这个身上 我谁也不说 你别吓唬我了 我以后啊 肯定对琳琳好啊 你安心吧 你这这都哪跟哪 说什么 哎呀 哎呀小飞 快快快快来 这咋的啦 鬼想 咋的啦 我让你跪你就跪 我还能害你是咋的呀 这都误会了 干啥呢你们呢 这哪是我爸呀 这是我 我就是他爸 你说啥呢你 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 这俩小子把我当你你爸了 现在呀不能让他知道我是你老公 咱们得顺着他俩那条线往下走了 听我的吧 听你什么顺他俩往下走 什么走不行 你还有半年咱们再坚持一下子 忍一忍 忍什么忍呢半年 我半天我都忍不了了 不行 不是你听我的吧 我听你什么呀 老公 老公 你先扶我起来 这咋回事啊 经理 这不是别人 这也不是我爸 他是我老公 老公 为了我的工作 为了我的工作 让你忍了两年多 不是装我叔 就是装我哥 现在装我爸 又整这么一档的事 你受委屈了 老公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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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我错了 为了当中这个主管 我骗了公司 也骗了大家 明天我去公司辞职 主管我不干了 对不起 老公 咱走 干啥去 吃饭去 吃饭去 这饭不都做好了吗 今天我要带你光明正大的吃顿饭 看场电影 走 他俩咋整的 让他俩 找点吃吧 那行 你俩把这饭菜都打算了吧 出门把门带上 小飞啊 明天呢 我就去跟我爸说 废除这项禁婚规定 我失恋了 别哭了 快点来我陪你喝点 来吧 喝啥呀 你先陪我回家吧 咋的了 我哭了都湿了 白瞎的菜了